鼻咽癌的早期症状有哪些? 孙继洲西电集团医院 耳鼻咽头头颈外科 主任医师 鼻咽癌呢 它在早期的时候 它的这个一期二期 它的病变局限到鼻咽部 这个时候呢 它有可能引起鼻咽部的症状 比如说 它引起鼻体 就是回息的时候 它有血 这是一个症状 还有一个就是 它阻塞咽骨管口 可以引起耳鸣耳聋 清理下降等一些症状 当鼻咽癌有淋巴转移的时候 它可以有颈部淋巴结的 肿胀 肿大 比较发硬的症状 早期鼻咽癌 我们现在主要以放疗为主 晚期呢 我们主要以放疗加化疗 有一部分鼻咽癌 我们也可以用等粒子下 我们做手术切除 专家提示 一 鼻咽癌早期的病变局限到鼻咽部 比如回息时 鼻涕带血 以及阻塞咽骨管口 引起耳鸣 耳聋 听力下降等症状 二 当鼻咽癌有淋巴转移时 会出现颈部淋巴结肿胀和发硬的症状 早期鼻咽癌主要以放疗为主 晚期主要以放疗加化疗 如果这是打开 寻咽部淋巴转移时